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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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课里面呢我们想介绍一下这个禅 禅朽 因为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得上 尤其是有些时候啊 比如说过度的压力 还有焦虑 还有很多这些精神上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用物质来解决这个很难的但是通过禅通过禅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禅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禅它其实可以做它可以有很多种的这个不同的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 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通过禅就从这个圣老病思的这个痛苦当中解脱或者是消灭我们自己的这些毁灭心的这种情绪比如说贪 乱吃东西 烦恨 吃等这些烦恨也可以做到这些 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作为一个企业家 平时的这个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 精神上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 这些时候呢 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往往都是不成功 不理想 但是通过这种禅 通过这种禅朽的方式来解决的话 它是不但是能够解决 而且做得很好的 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负的作用 很好的 所以在生活当中 它也有这个作用 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 因为我们很多现代人的精神 是很空虚的 很复杂的 伤伤伤伤 所有人都是这样 比如说一个公司 上到它的高层的这种惯例者 下到每一个员工 几乎都是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很 很浮躁 很浮躁 那内心浮躁 内心空虚 这样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很痛苦的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在我们四书人的颜光当中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他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空间 这个人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他是有两个空间的 一个是外围的空间 一个是里面的小空间 那在这个外围的空间当中 我们像媒体宣传 社会各 很多很多人的这些 颜光都是在这个外围的这个空间当中 那么这个空间当中 他可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非常辉煌这个空间 但是呢 这个最小的这个空间 小空间是什么呢 是他自己的生活 个人的生活 尤其是个人的精神上的生活 那么在这个外围的空间当中 虽然是非常的成就 非常的辉煌 但是其实这个 跟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生活的空间 有没有关系呢 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在这个小空间当中 虽然是在这个外围的空间当中 是很成久的 很辉煌的 但是在这个小空间当中呢 很空虚 很肤躁 甚至是很痛苦 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 和他自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世俗人 觉得这个是成功人士 大家都很羡慕 基督呀 各种各样的眼光来看他 但是呢 他自己的感受是不一定是这样子 他有些时候很自卑 有些时候很痛苦 有些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多人 我们看来是非常的成功 但是呢 他有些时候 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正在做的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但是呢 在有些人那里 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到了某些人的时候 某些人的见面 已经是一个根本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已经是没有办法回答 根本就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样子以后呢 他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的价值 生存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做 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这跟我们昨天谈到了 我们比如说 一个人的群体 或者是一个人 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他的成长的过程是什么呢 第一个 当他的这个 对这个实节 对物质 不怎么了解 尤其是对这个 金谦 名声 还有地位 这些东西 对这些东西的这个看法 他的观点 不成熟的时候 当他的看法 不成熟的时候 不偷彻的时候 然后呢 很多人去 嫌取追求 这个物质的东西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昨天也提到过 他总是有一个目标 他认为 我只要有钱 我一定会很幸福的 那么我总有一天呢 我这样子下去的话 会有钱的 我会有钱的 那么那一天 我一定会幸福的 所以我们 内心当中呢 还是有一种 这个追求 那个时候是有一种追求 所以他的生活 虽然是 比如说体力劳动 各方面 虽然是辛苦一点 但是呢 内心不是那么的空虚 比较重实 比较重实 但是有一天 他的目标 尤其是在这个金钱方面的 他的目标 大倒了以后呢 然后他整个人都不知道 要去干什么了 因为他的目标大倒了 但是呢 这个目标 这个金钱 或者是地位 民生 对他带来的这个真正的实际的意义呢 他并不是他 他所想想的这样子 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这样子 不是是两回事 因为过去这些东西 不了解 从来都没有近距离 或者是另距离地 接触过这些东西 这时候呢 我跟这些东西 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 这些东西对我的 对我的这个优惑 是相当大的 但是呢 真正拥有的时候 这些东西拥有的时候 然后就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有些人 很喜欢 就一辆高级交车 或者是一栋别墅 或者是一栋高级的手表 等等的 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说是一个宝 那他就 分斗了很长时间赚钱 有一天 车也好 房子也好 他卖到了 达到了墓地了 那 头一两个月 头一两个月的这个时间当中 这个东西 他会给他带来一些 带来一些满足感和这个幸福感 但是呢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种满足感 它是慢慢的消失 它慢慢会消失的 这种 为什么 他不能给他带来 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东西呢 不能给他带来 这个幸福 为什么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面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一个自然规律 我们昨天讲过这个 营果的时候 我们讲过外在的营果 内在的营果 还有这个善恶营果 其中我现在讲的 就是第二种营果 就是内在的营果 那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呢 它也有一种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这个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的 这种 我们普通人的这种 内心的这个变化 内心的变化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它的总的规律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修行修道一定的层次的 比如说佛 菩萨 成就制 那么他们都已经超越了 他们把这个规律打破了 所以他们的这种 自然的规律 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们普通人的 这种内心的 这个变化 这个演变的过程 它是有一种自然的规律 而且这个自然的规律 几乎我们所有人 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也是一个量的不一样 它不是直的不一样 完全是一样 这规律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我们总是得不到幸福的 原因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自然的规律当中 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它不让我们得幸福感 那么这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感 就建立在一个 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就建立在满足感 满足不等于是幸福 但是没有满足感 是不会有幸福感的 是它的基础 那么满足感 物质给我们带来的 或者是身外的东西 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种 满足感 我们可以说 它的基础是什么 它的基础就是新鲜感 新鲜感 它的基础就是新鲜感 当然我们比如说 禅丁之类的这些内在的东西 那它不是这样子 就是外在的这些身外的东西 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满足感 都建立在 都建立在这种新鲜感 然后呢 这所有的物质 所有的这些身外的东西 当中呢 没有一个东西是 永久永恒的 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东西 这是没有的 这种新鲜感有可能 可以持续一个月 一年两年 这样子的时间 然后呢 就是慢慢慢慢 在这个东西的 在我们的心里 它的低微 慢慢就越来越低 没有新鲜感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所谓的审美疲劳 审美疲劳 一开始的时候 觉得这个很好 但是呢 时间长了以后 慢慢慢慢单滑 这种感觉 这种新鲜感 慢慢的单滑 然后一旦这个 单滑了以后呢 然后就我们 对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新鲜感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 让我们满足 不满 不能满足 因为我们刚刚 卖到一辆 这个高级轿车的时候呢 因为我之前 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它对于我来说 至少在一段时间当中 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 因为以前我没有用过 这样的东西 新鲜的东西 有对这个车 有新鲜感 然后有了新鲜感以后呢 我很满意 如果我的同事啊 同学当中 他们都没有 只有我一个人有的话 那就我更加的满意 更加满意 但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永远都给我带来 这个 新鲜感 在我的这个 在我的心里 永远都不会失去 新鲜感的 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能找到的 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 比如说民生 低违 还有金钱 所有都是这样子 这是临时的 临时的 它给我们带来 一个临时的新鲜感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 这个新鲜感 慢慢地会消失 它消失的同时 同时在无意当中 它给我们带来的 这种满足感 也在降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降低 然后这个下降了以后呢 这个满足感下降以后呢 然后幸福感 幸福感 也会下降 它不会 因为我们没有满足感 不满足于现状 不满足 这个东西 不给我不能带来 满足的时候呢 它更不会给我带来 幸福 所以我们的 所有的幸福感 所有的幸福感 就是遗失的 短暂的 所以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幸福之书 只有 只要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 输具依赖 发现的是没有增长 就一直都在下降 一直都在下降 这是这样子的原因 那我们 这个时候 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它的成长的过程是什么呢 第一个 它是一个商人 商人 再成长 就会变成一个企业家 然后企业家 慢慢地 再变成一个资本家 资本家 再变成一个透支家 投资家 和资本家 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分产路口 如果这时候 它有比较好的 这种心灵的指导 心灵指导的话 那么它从 一个资本家 或者一个投资家 可以变成一个慈善家 它可以变成一种慈善家 这样子以后 它的人生 是有意义 是有价值的 如果它可以变成 一个慈善家的话 第一个 它的财富 第一个 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同时 它这个爱心的付出的 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 这个当中也有一个 我们没有预料的 一个东西 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 我做一个慈善家的话 实际上是 我在帮助别人 我们的 一般的传统的概念当中 是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 实际上我自己获得了更多的东西了 更多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对这个 事业家来说 金钱 在他的心目当中 不是像过去的那样子 没有过去那样子的地位了 现在他已经明白这个东西是不能给他 不能给他带来 幸福了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带来幸福呢 他当一个刺山家 爱心付出的过程当中呢 然后他就突然间会发现 这个才是真正给他带来幸福的 爱心的付出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 爱是什么 是正能量 是真正的正能量 那么我们的阿赖耶识 或者是这个常识当中 经常 长期的 储存这个爱的中子 爱的能量 或者是正能量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正能量 经常 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 那影响的时候 也是争免的 争免的 积极的 幸福的 这样子的 所以这时候呢 他会走向一个 幸福的路 这个时候实际上 不是无知 不是无知给他带来幸福 而是 因为他有钱 他可以付出 付出的时候 然后就他在无心当中 产生了这个 这个 癌 然后呢 或者是这个佛教讲的 慈悲 然后慈悲 给他带来了 这个幸福感 这样子以后呢 第一个 他自己也 幸福 然后他也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这种人生 是有意思的 有意义的 那另外一个 就当作一个资本家 或者投资家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一个 更好的成长的方法 也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心灵的导食 没有一个心灵的指导的话 那么他就是永远都 停留在这个物质的层面 物质的层面 但没有什么心灵的东西 只有停留在物质的层面 然后呢 这个时候物质给他带来的东西 都不是幸福 这个时候不是幸福 因为物质 在他的这个 意识当中呢 没有 没有像以前 没有欠的时候的 这种的地位了 已经失去了这个地位 因为没有新鲜感了 没有满足感 物质不能给他带来满足 那什么东西给他带来满足呢 其实是心灵上的东西 但是这个他还没有得到 物质不能给他带来幸福 然后呢 心灵是可以的 但是呢 他没有 在这个中间呢 是我刚刚讲的 两个这个空间当中的 这个自己的 真正的自己的 这个小范围的空间当中 他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物质不能给他带来 他奋斗了一辈子 他以为物质可以给他带来幸福 但是现在物质没有给他带来幸福 那么物质没有带来幸福 那我一直都追求物质呀 那什么东西给我带来幸福呢 就是说实际上是心灵 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心灵上的东西 但这个没有 这样子以后呢 停留在这个物质 如果他不能变成一个慈善甲 就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 那这个人就是 还是很痛苦的 累在今生上的痛苦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的 佛教的有个叫做中观四百轮 四百轮 四百轮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有四百个 这个四百菊花 或者是四百个截子 所以叫做四百轮 那就像就像那个里面讲的一样 我们的这个社会低层的人的痛苦 多数都是来自于这个肉体上的痛苦 吃不饱啊 穿不暖啊 看不起这个病啊 等等的 然后呢 上层的人 没有这些问题了 没有这些问题 那难道没有这些问题就没有痛苦 没有这些痛苦就没有痛苦了吗 不是他有另外的痛苦 那是他的心灵上主要是得不到满足的 就得不到满足 现在任何一个东西没有办法让他满移满足 因为没有满足感 然后呢他就是没有心腹 这时候呢是很痛苦的 然后痛苦他自己没有一个心灵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狂躁 暴躁 这样子以后呢 他这种暴躁 狂躁的这种负面的能量 散发出去了以后呢 他整个在他身边的这些工作 工作的这些同事也好 员工也好 任何一个人都感觉不到心腹 都感觉不到心腹 就这么一个物质给他们带来的一个 小小的暂时的这种安全感 温饱问题就是 简单的说更说准确一点的话 那么温饱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人吃饱了以后呢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解决啊 东吴 普通的东吴吃饱了以后 然后他的问题解决了 他就没有太多 他也有除了吃饱以外 他也有需求 但是呢没有太多太多的 所以很多动物都是这样的 但是人就不一样了 吃饱了以后呢 吃饱在人的整个这个需求当中啊 温饱问题我们可以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最重要的 他是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需求 也可以说他的整个需求当中呢 是一个小小的一部分 人吃饱了以后呢 他想更多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呢 金钱 地位 民生等等 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东西 因为他拥有的太多太多了 不是新鲜的东西 那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新鲜的东西 所以他没有满足感不满足 有钱赚到钱没有赚到钱 实际上都是一回事 有地位没有地位 有地位或者更高的地位 那个时候他对他来说 那其实也是一回事 民生也是这样子 但是这些东西又对我们的优惑 当我们没有拥有这些的时候 优惑非常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 不了解 什么人了解 真正的了解的人 我想这个人类历史上就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真正的了解 这些东西是什么 物质给我们可以带来什么 不可以带来什么 他带来了以后呢 他带来的这些东西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给我们带来多长时间的这种幸福感 他都是非常清楚 然后呢 他非常的清楚地掌握了 这个人的这种精神的自然的这个变化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这个意识 他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自然变化 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得到 反而没有得到的东西 越难得到的 我们越想得到 然后越容易得到的 或者是越得到的 越拥有的东西 我们是越不甘心取的 所以痛苦的根源 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痛苦的根源就 其实物质生活 其实是不需要这么的复杂 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复杂 其实可以简单一点 但是呢 我们经常就是在这个矛盾中间 什么矛盾 肉体跟精神的需求 肉体对物质的需求 其实是很简单的 其实很简单的 但是我们的意识 对物质的这个需求 那是物贬的 无限的 无限的 它根本永远都没有一个限制 它得到了以后 对东西 得到的东西不甘心取 它一定要找到一个性的东西 因为这时候 它对目前拥有的东西 它不甘心取 然后它要去寻找性的东西 性的东西 对它有诱惑 然后性的东西 真正得到了以后呢 然后立即又不甘心取 又放弃了 又去找性的东西 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欲望 是可以 可以无限的膨胀的 无限膨胀 到四为止 到四的那一天 都是这样子 没有一个满足的一天 它都一直到 很多人都是 死的时候 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还是对这个社会啊 对人生啊 对生活啊 有各种各样的不满 各种各样的包园 在不满和这个 保园的这种负能量的 影响下 它就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它会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肯定没有好的这个下落 所以这两个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这两个矛盾没有解决的话 那我们一直都活在 这个柔梯的需求 跟这个 仪式的需求 这个矛盾的中间 那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铲顶是来干什么呢 就是化解这个矛盾 化解这个矛盾 柔梯它需要的一些 基本的东西 比如说文保问题 这个我们不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幸福 连快乐都谈不上 更谈不上幸福了 这个是要解决了 但是 这个解决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用一种方法去实当的去调整一下 我们的这个意识 如果不去调整 不去调整的话 它是要无限的 这个膨胀 在这个无限的膨胀当中 它给我们带来的 都是大部分 绝大多数的都是浮面的东西 脚驴 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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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也好或者是物生论治也好 那是个人的 这个信仰的问题 但是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跟 信仰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人类的 这种意识的一个 自然的烟变的过程 它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所有人都是这样子这个跟 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这个不调整的话 不调整不控制 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就感觉不到生活的 生活当中的幸福 生活物质 其实他这种人的 这个生活 所谓的生活 实际上就是物质生活了 没有什么心灵的生活 就是物质生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物质生活如果不善用物质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幸福 他又没有做到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呢也没有去帮助别人 汇报社会啊 也没有做到这样子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自己也不痛苦 自己也不幸福 不开心 然后把这个自己不开心的东西 散发出来了以后呢 他的所有的这些员工啊 他的亲戚朋友啊 都一靠近这个人的时候 都不幸福 都不幸福 因为他身上发出来的 散发出来的东西是 负能量 负能量 负能量是消极的痛苦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人心腹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生是就没有太大 没有太多的意义 变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心灵上的调整 调整 这个调整呢 由信仰也可以 由信仰当然可以做得更好 更好一点 但是没有信仰也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信仰的人 也是痛苦呀 这个我们并不是说 由信仰的人的内心世界是这样子 他所以需要信仰 没有信仰的 比如说唯物论者 他的内心世界那倒不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 都是一样的 如果他的这个流行世界不解决的话 物质还是 他的观点是唯物 但是呢 他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呢 我们免不了 人本来就 这个并不是说 由信仰的人的生活 有心灵和这个物质 然后由信仰的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组合 然后没有信仰的人 仅仅是一个物质 他的生活也就是一个物质生活 不能这么说 没有信仰的人 微物论者 他的观点是微物论者 但是他同时也是 精神和柔体的组合 他的生活当中也是有两种生活了 但是呢 现在 他的这种生活是 严重的 严重的失去平衡 这个物质生活 这物质生活这当中呢 太多了 精神生活当中 这个淋浴当中 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 所以这样子 严重失去平衡的时候呢 然后就不幸福 不幸福 那我们所有的人的追求 追求就是幸福 那么这个物质不能带来幸福 那他跟我带来什么东西呢 他带来的东西是我们需要的吗 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吗 这个时候我们有信仰的人 或者没有信仰的人 都需要 都需要这个调节的方法 心灵的调节 这个是最重要的 精神世界 那精神世界调整的方法 是什么 就是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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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的修法 禅 是什么 就是调节 略性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矛盾的一种方法 叫做禅 而且这个禅 这个调整的力量 不是来自于物质 而是来自于 精神它自己本身 这样子以后呢 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调整自己 摆平他自己的位置 这样子是最理想的 最适合的 所以禅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 尤其是现代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精神 都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 我们虽然是有一点点信仰 但是呢 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认认真正的去修 没有去训练的这种人 也是精神上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 很 这个 复杂的 也是很复杂的 那根本没有信仰的人 就更加的复杂 这个调节的方法 密布的方法 调整的方法 叫做禅 首先我们要认识禅 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禅 禅对我们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很多人都是公义主义 那么我们首先肯定要考虑一个 他跟我有什么帮助呢 他对我带来什么 我学这东西 他对我有什么利益呢 我们肯定首先第一个考虑的 就是这个 我们可能很多人并不会考虑 我学了以后呢 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 可以更加的 更好的帮助其他人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 不会这样子考虑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 为什么要学呢 学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会这样子 那是好处 简单的说 掺的最基本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能够涌得上的这个禅的 这个作用 是这样子的 这是第一个 什么是禅 然后第二 什么是禅 这个是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禅的 这个对我们的帮助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禅 到底什么叫做禅 我们平时在大街上 宿餐厅 还有这个茶馆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地方呢 我们都看到一个字 就是禅这个字 禅这个字 似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似乎就是把所有的什么 饮食呀等等 跟禅这个字刮狗了以后呢 所有东西似乎是变得很高档一样的 所以跟禅 我们经常喜欢用这个禅字 那么到底禅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禅这个字 对这个汉语来说 禅它是一个外来的词 外来词 是最早的这个印度的 这个梵文里面呢 就是说三母的 这就是禅的意思 然后翻译到中文以后呢 我们有些时候说三母的 有些时候会说三母的 有些时候把它简约了 简约了以后呢 就会说禅 三母的 三母的和禅的这个字 是这个法音 比较接近 但这个我们就不需要研究了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禅 三母的意思是什么 三母的的意思 三母的里面 在中文里面呢 还有禅的旁边 再加一个顶 顶字 禅顶 禅顶 这两个字 第一个 三母的 这个印度的反文的 音 禅顶 两个比较接近 然后我们在禅的旁边 加了一个顶字的时候呢 顶 就是把我们的心 这个很浮躁的这个 今生时节 拼金 平静 稳定 一个这样子的意思 顶 就是定下来了 定下来 没有这个内心的这种 这个幅度 波动的幅度 没有那么幅度 没有那么高 平稳 顶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禅顶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禅顶 是通过一种 内心的一种 自我的调整的方式 来把我们的 这个 很 这个 波动的幅度 相当大的 这种 这种 内心 没有办法平静 没有办法 临近的 这种 内心时节 把它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 临近下来 平静下来 这种方法叫做 顶 禅顶 禅顶 就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给一种 某一种宗教的信仰 可以刮够 这样子以后呢 它就变成 另外的一种 它不仅仅是一个 把人的 内心定下来 它还有其他的 丰富的内容 如果跟任何的一个宗教 不连在一起的话 那么它就像 瑜伽 它就像瑜伽一样 它就是瑜伽 就是我们的一种 阳神的方法 那么禅 也是一种 调整我们的 内心的一种方法 然后它可以说 它跟任何宗教 都是没有关系的 可以这么说 它可以从这个 信仰里面呢 它可以拜托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可以说 它可以跟任何的宗教 都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尤其是佛教 禅就是佛教的核心 佛教给我们教的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禅 通过禅来 调整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样子 然后除了佛教 除了佛教以外 像印度教 这样子的 其他的宗教 也有禅 也有禅 但是呢 这个禅 跟佛教的禅 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但是他们实际上 也是有禅 这样子的 简单的说 第一个什么是禅 就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禅的分类 到底这个禅有多少宗禅呢 总的分类 我们可以这么说 当然禅 每一个冥想的方法 是很多很多的 包括佛教里面 都有很多宗禅 这个是说不清楚的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三种 三种不同的禅 第一个是什么呢 有思维的禅 有思维的禅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心惊下来 心惊下来 然后去思考一个问题 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惊下来 思考一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的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 我要知道 我们人的观点 我们对物质的要求 或者是我们对物质的人事 对生命的人事 对物质的人事 对现实的人事 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非常有局限性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这个 比如说一个物质的变化 物质的变化 我们稍稍了解 但是呢 我们没有进一步地去 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带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 很多的痛苦 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 它是来自于什么呢 往往就是 现实跟我们的认识 跟我们的忍知 有所不同的时候 有所违背的时候 有所矛盾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矛盾中间 会产生 内心的痛苦 物质 它不一定跟着 我们的想法去发展 它不一定的 然后它没有 它没有按照我的想法 去发展 变化的时候呢 然后我不接受 我就不接受这个现状 不接受 那么 所谓的不接受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不接受的时候呢 它 没有满足我的意思 物质的变化 它的变化的方向是另外一种方向 我咬的 我希望的 我的需求 又是另外一个方向 那这两个没有走到一起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不想接受这个现状 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现状 然后我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呢 不愿意接受的时候 然后它会给我带来 这个痛苦 我们的痛苦都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们现在要学会什么呢 要学会什么呢 要学会跟着这个现状 跟着现状走 跟着现状走 这个我们从现在的说法来讲的话 这叫做活在当下 从佛教的语言讲 这叫做碎缘 碎缘 碎缘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昨天讲过 淫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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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决定这个事物的发展的方向 淫缘 那么我们更随淫缘 更随淫缘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幸福也好 不幸福也好 我内心可以容纳 我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 可以容纳 如果容纳的话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物质事物的变化 跟我的这个需求 就做到一起了 无论是好的方向 也不好的方向 好的 不好的方向的发展 至少我也没有去排斥呀 拒绝 这样子以后呢 它虽然是一个 世人带来痛苦的东西 但是呢 因为我接受了以后呢 它没有给我带来痛苦 没有带来痛苦 比如说 比如说亲人的这个离开 比如说父母去世了呀 或者是离婚了呀 或者是分手啊 等等这东西 它是一个 是可观的一个事物的变化 它是一个客观的事物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 对一个人的打击的程度 是要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呢 如果我的意识 我的意识 跟着这个事物的 它本身的发展走 至少我能够接受的话 那么分手也好 亲人的力去也好 离开也好 这东西呢 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这个搭击 就是说不会给我们带来 太多的这个痛苦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拒绝 拒绝接受这个现状的话 那我们的拒绝 对这个现状 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它一定要这样的变化 它不是因为 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呢 它自己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朋友的这种分手 这不是我想分就分 不是我不想分就不分 它是有一个 它只剩分 有一个分的这个 我们昨天讲的印和缘 不分有一个不分的印和缘 它是它自生的因缘来决定 分手和不分手 不是我想分不分 那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拒绝 我的拒绝 这个时候呢 不起任何的作用 这个事物的发展是不起到 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了 它要发展到什么样的方向 就它自己的因缘 怎么决定 它就这么发展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拒绝 能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 是我自身的内心世界当中的痛苦 它唯一起到作用就是这个 它对事物的发展是不会起到任何 它好的方面的发展 不好方面的发展 它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它我现在当时的这个拒绝 是只有增加了我自己的烦恼 我自己的痛苦 然后呢 这个痛苦严重了以后呢 它也会伤害到我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那所以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如果你要盖造的话 那么就是从因缘上下手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 非常合理的一种 盖造事物的一种方式 那么因缘上面 我们没有去改变 我只拒绝这个果 这个因果当中的这个果 我自己拒绝它 是没有用的 这种拒绝 这种拒绝的心态 这种拒绝的心态 它也是一种因 那么它的果是什么呢 它的果就是让我自己 更加的痛苦 更加的烦恼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学会 要学会跟着这个现状走 这个我昨天也讲过了 释迦牟尼佛从来都没有给我们 教逃避现实的方法 这个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没有办法 那么佛给我们教的是什么呢 它教的都是面对的方法 比如说以某一个事物的发展 它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呢 不是我想咬的方向 而是我不想咬的 恰好是这个方向 想反的 那么相反的这个发展 我拒绝是没有用的 我拒绝了 改变不了它 如果我要改变的话 在这个之前 就要改变它的印和缘 这个是比较科学的 但这个已经来不及了 它已经到了 什么样的程度呢 它已经到了 这个因缘的阶段 果了 它现在是果的阶段 它已经发生了这个过 那果 我直接去拒绝 这个是没有用的 只能我自己更加的痛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面对它 面对 面对现状 现状 很多很多是很残酷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我学会了跟着它走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实际上也不一定是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绝对的痛苦 没有一个绝对的痛苦 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 幸福可以变成痛苦 痛苦也可以变成幸福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学会 跟着事物的发展走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学会接受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 我愿意接受的东西 我接受 我不愿意的 我不接受这样子 但是这个事物的发展 是 这发展的过程是 不会跟着我的意思走 他要跟着他自己的因缘走 这个时候呢 他的发展的方向 跟我要的东西 违背 而且我去拒绝的时候呢 然后所有的 所有的精神上的问题 都是赖自于这个地方了 焦虑啊 孤独啊 自闭啊 尤其是这个最严重的 抑郁症啊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是 物质发展的方向 和我们所要的东西 违背 然后在这个违背的时候 我不跟着他走 然后我要 坚持我的 我的这个 需求 然后去拒绝 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我的这个精神的这种 拒绝啊 不但是没有 不但是没有改变这个现状 而且我自己的内心 世界越来弄得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最后就是抑郁症 最后不行了 就挑楼自杀 有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 学会一个方法 这是什么呢 去接手 接手 面对 那我们刚刚 我刚刚讲的 有思维的这个 chance 什么意思呢 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接手 我接手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呢 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的这个思考问题 我们思考 我们对人生的了解 我们对世界的了解 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这都是非常非常的表面 表面的 皮毛的 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几乎不了解 尤其是心灵方面的 这些深层次的东西 我们几乎都不知道 人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比如说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我只知道我眼前的这一点 然后除了这个眼前的这一点以后呢 我是怎么来的我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要往哪里走我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只知道生命的中间的这一界 然后除了这一界以外 之前 之后 都是非常模糊的 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眼前的这一界当中 我们了解的 所有的了解 也是非常的皮毛的东西 那这么一个 我们了解的 这个我们的间接 是这么皮毛 这么表面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人是 这个价值观 它会主导我们的生活 它会主导我们的生活 间接 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 眼睛先砍炉 砍好了就会走 所以我们对什么东西有需求 对什么东西没有需求 这一切都是以我们的三种观点来决定 人生观 生命观 价值观 这三种观点来决定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观点 都是非常的皮毛 那么一个这么皮毛的 表面的这个观点 来主导我的生活 那我这个生活当中 会得到幸福吗 这就很难 它根本就不了解事物的变化 它了解的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变化 那么这个表面的变化 它是用它的要求去变一切这个事物 它希望就是它的要求去变 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不可能的 世界的变化 小范围 大范围的这个变化 它有它自己的规律 它有它自己的因缘 这个因缘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善恶因果 善恶因果 我们绝大多数人 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因果 根本就不知道它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它给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这些事物的发展的规律 我们都不了解 那我的要求肯定也是非常的不符合 实时的一个这样子的要求 那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是不符合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规律 那么这时候呢 自然的规律它有它的规律 它有它的变化发展的方向 然后我们的很多时候 这个规律 这个变化 跟我们的这个要求是违背的 违背的 这时候如果我们不跟着它走 我们不跟它走 不这个虽缘 不懂得虽缘的话 这时候这个拒绝 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大的痛苦 打击 打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关起门来 就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 思考一些问题 思考什么呢 思考时节 思考生命 思考这个 什么东西是有价值 什么东西没有价值 我们人真正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现在的一个人的需要 需求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是四五岁的小孩的时候 我们的需要的时候 肯定是弯具了 那么这个弯具是对你来说 一辈子都是你的需求吗 当然肯定不是了 肯定不是 你 当你是一个三五岁的小孩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这些弯具 这肯定是弯具 没有别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你根本就 在你的心目当中 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根本就不甘心去 所以我们对物质也就是这样子 所有的物质 所有东西都是 会需求 不一样的 通过不同的观点 或者是通过年龄的这个阶段 的时候 这个需求都不一样 但是 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终身需要的 或者是圣生思思 在我们的这个中 只要我这个生命存在 我需要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想过吗 我们很多人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一辈子拼命地去做的这些事情 有可能是我实际上是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真正需要的 我这个生命真正需要的东西 有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我一个小时都没有花 根本就没有忽略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就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 所以我们要惊下心来 惊下心来 把门观赏 把心惊下来 然后去思考一些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佛教的这个必修的这个功课 而且是最基本的这个功课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或者是寿命无常 的意思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 它也是一种禅丁 也是一种禅丁 但是这个禅丁是 它并不是什么也不想 它是有思维的 我比如说 我就是安排这个24小时当中 就抽出一个小时 那么在这个一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把门关上 把自己封闭起来 然后呢 公私的事情呢 家庭的什么都不像 我就只去想一个 只去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无常 无常 无常的意思就是说 万事万物 包括我自己的一切 都是在一个非常说不清楚的这个 因缘当中 变化 变化 它的比如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拥有的一切 比如说包括你们的婚姻 家庭 财产 等等等等 一切包括我们所有人的心腹肝 内在的外在的 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个一分之一秒中的 完分之一 前分之一 完分之一 或者是前万分之一当中 都在变化 都在变化 没有一个是固定的东西 都在变化 而且它的变化的方向 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比如说 作为一个在家人 他会希望 他的婚姻 他的家庭 永远都是这样子 非常好 就停留在一个 很好的这个状态当中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 希望自己的身体 或者很多很多 都永远都是很好 但是 这是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希望 但是呢 他自身真正的 这个他的变化呢 他是在 这个一秒中的 万分之一当中 也在变化 那么他会往什么样的方向 发展呢 就是他的因缘 决定 那他的因缘当中 有什么东西 他的因缘当中 有很多东西是 不确定的因素 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 这些未观的当中 比如说 一秒中 一秒中的 万分之一的变化 是 说不清楚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的这个变化 也是说不清楚的 家庭啊 婚姻啊 等等 财产啊 这些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任何人都说不清楚 因为他的因缘当中 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所以 这是现状 然后我们 惊吓心来思考什么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 一定要知道 万事万物 都是 都是变化的 那这个变化 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这样子思考 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 比如说 你自己的 国取的福报 或者是 你现在的奴隶 你非常的成功 在上节里面 很成功 那你立即要知道 这也是 这也是 变化 我现在成功 但是我明年 能不能成功 不好说 我再往后 能不能成功 我也不好说 这样子以后呢 他对这个 所谓的成功 有这样子的 非常深入的 了解的时候呢 如果他赚到钱 他一定会 善用这个资源 善用资源 他知道这个是变化的 在我的手里的时候 这个东西 我一定要让他 发挥他的作用 让他发挥他的作用 让他发光 那钱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把钱拿去 帮助更多的人 这个当然是 他的最大 他钱能够做到的 也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呢 他没有傲慢心 不骄傲 比如说一个 非常成功的 非常有修的 有修的企业家 那么他除了 这个身外的东西 这物质以外呢 这些物质 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心里面 还有痰 还有臣 持 满 移 这些是我们佛教里面 讲的误读 误读 这些都是读啊 人的心里有 贪嗔痴蠻 这样子以后呢 这是毒俗 就像这个 电脑的软件里面 进入病毒一样 谁的心里有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 一定会 一定会 会面临 各种各样的 错误的选择 痛苦 都会有的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他也不会 这样知道了以后呢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这个 痛苦 骄傲 然后 善 善用 这个财富 然后 比如说 他这种观点啊 他知道这个一切 都是无常的话 那么有一天 如果他真的是 破产了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 至少在心灵上 精神上 没有这些痛苦了 他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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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无常 无常 无常就是这样 这叫做无常 他早有 准备 如果有一天 他非常成功的话 他也不会太太多多 太过度的去 执着这个东西 他会想到 我现在成功 但是呢 这个以后是不好说 说不清楚的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也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人 都不去 不去思考 我这一辈子 我拥有一个 这样子的生命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呢 我拥有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真正要去 做的事情是什么 这叫做佛教里面的 第二个就是 人生难得 第一个 等等 有这样子的思考的 一些参 这个也叫做参 那他去思考了 很多问题以后呢 他非常深入地了解 事物的变化 事物的发展的过程 这样子以后呢 他了解得非常透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的需求 会跟着 会跟着这个 事物的变化走 也叫做 随缘 随随缘 随了随缘以后 有了这个事物的发展 有这样子的变化的时候呢 那他的内心世界 就不会去拒绝这些东西 不能拒绝的东西 他不拒绝 但是这个不等于 他不分斗 不等于他不伤井 不等于 不等于他很消极 不等于他不积极 为什么呢 可以改变 但是改变呢 我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状 是没有用的 我可以跟着这个发展走 但是我想变化 改变它的话 那么他从他的因 从他的因缘上改变 才是真正的改变 这样的这个思维啊 在佛教里面很多 佛教里面很多 这些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 深入地去了解人生 深入地去了解生命的真相 其实佛教就是跟其他的宗教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佛教里面真的是 充满了这个智慧 人生智慧 这些智慧 有信仰的人 可以用来 作为一个解脱的方法 没有信仰的人呢 可以用来作为 指导 主导自己的生活 可以作为一个生活的智慧 人生的智慧 都可以的 这叫做有思维的禅 这叫做有思维的禅 它是有思维的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有一个是 比如说爱心 爱心 慈悲心 佛教里面讲慈悲心 那这个慈悲心是 真正的我们的所有的心服 所有的幸福 快乐的源泉 就是这个慈悲心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成功的力量 也就是来自于慈悲心 那这慈悲心呢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去 方式去可以培养的 可以培养 这种方法是可以培养的 慈悲心也是通过这种方法 培养 也就 静下心来 然后去思考 它有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思考的这个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去思考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 自私的人 根本就是没有慈悲心的 非常自私的一个公理主义的人 但是呢 通过这种方法 这个人是可以改变的 他完全可以变成一个 培养成一个 五十的 一个这样的 有爱心的人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那这个培养的方法呢 首先这个方法 我们去学 学完了以后呢 静下心来 去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自我培养 这样子 这也叫做 这个有思维的参 就是这样子的 简单的说这样子 具体的方法 我们今天 就不介绍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 那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 进一步的了解 到什么地方去找 寻找这个方式呢 第一个 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里面才有这个 我们必须要清楚 这个慈悲心 小乘佛教 比如说上左部 云南的上左部 泰国绵甸的佛教里面呢 也讲慈悲心 它也不是没有慈悲心 所有的佛教都讲这个慈悲心 但是真正的这个慈悲心 普通的这种慈悲心 爱心 升级 升级 升级到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级别 这种方法呢 只有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里面才有这个 这样子的方法 大乘佛教是 寒传佛教 藏传佛教 这些都叫做大乘佛教 这大乘佛教里面才有 有这种方法 那我们通过 如果有这个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 这些方法 去学 学完了以后呢 然后自己去大做修行 这样子以后呢 第一个 我们非常深入的了解了这个生命的真相 佛教真正他最感兴趣的 佛教最感兴趣的 他不是任何一个鬼 任何一个身 他对贵身是不感兴趣的 佛教也不崇拜任何鬼和身 包括万能神 造物主 什么都 他不但是不崇拜这些 而且从根本上去否定这些的存在 那么佛教他感兴趣的是什么 他感兴趣 从观点上来讲 他感兴趣的 最感兴趣的 就是食物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 他为了探索 为了探索生命的真相 去大做 有知 去了解 连梯物都有的 这个 这个 有示威的这个当中的 有示威的掺的 一部分也是这个 他要了解事物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子发展 他为什么不跟着我的想法去发展呢 他为什么要相反的去 我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一辈子都是希望 他给我带来幸福 往这个方向变化 但是他不这样子变化 他为什么这样相反的去变化呢 这个原因 肯定是有原因的 原因在那里 他一直都在探索这些 这叫做有思维的掺 有思维的掺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一项是有思维的掺 然后 第二 是没有思维的掺 没有思维 没有思维的掺 那没有思维的掺 是什么样子呢 没有思维的掺 是心里什么都不想 不去探索 不去追求 不去研究 什么都不想 把我们的这些情绪 负面的 毁灭心的 或者是好的不好的 所有的念头 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 消失 让它无因无众消失 那消失了以后呢 通过有一种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 去训练的时候呢 最后 最后我们完全可以达到 没有任何的这个年头 没有任何的杂年 可以达到一个 可以进入一个 这样子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当中呢 它没有时空的概念 时间 空间 它没有这样子的时空 至少它自己 感觉不到 时空的观念 感觉不到 时空的存在 那这个状态当中呢 没有任何的 负面的情绪 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 当我们非常不开心的时候 非常焦虑的时候 非常焦虑的时候 如果稍稍有一点点 这个训练 稍稍有一点点 惊炼的话 那就 一下子惊下来了以后呢 惊下来了以后呢 它可以快速地 进入到 这个状态当中 这个状态当中 然后进入了 这个状态以后呢 这里面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情绪 那这样子以后呢 它把精神上的 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有些人 我想有些人会想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 拖鸟式的一种 一种挥逼的方式呢 虽然是你 惊下来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 但是呢 你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还是存在呀 是现实呀 是啊 生活当中的 这个 有些不离的 我们不想看到的 这些东西呢 不是我们可以大做 就可以改变它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我们如果 不怎么解决的话 我的这些精神上的 这个拒绝啊 这个 不接手啊 这些东西呢 它不但是 没有改变 它不但是 不能改变现状 而且给我们自己带来 更多的痛苦 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有可能我们的精神 上出问题 比如说得抑郁症啊 然后就是最后像不痛了 走这个极端的路啊 都有可能了 所以这个问题呢 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 非常成功的可以解决 这是没有 没有这个思维的禅定 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禅定 就是这种禅定 然后这个是可以坚硬 可以坚硬 西方的心理学家也说 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这个冥香 五分钟的冥香 等于是 一个小时的输水 非常深 非常深入的 深度的睡眠 所以很多很多人 因为工作压力 太大了 很多人失眠 如果不失眠 睡着了 也就是经常做 各种各样的噩梦 各种各样的噩梦 然后晚上睡不好 这样子以后呢 白天的这个工作效率 非常非常的低 工作效率非常低 这样子以后呢 人慢慢慢慢的会变成 越来越浮躁 狂躁 暴躁 情绪 最后 导致什么呢 就是导致 比如说是一个 公司里面的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 主要的这个 管理层的人的话 那么他的会 会很多人离开他的 他流失他的人才 如果是家庭 有可能家庭的这个破碎 都有会导致 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些 这时候是必须要通过 这种方法来调整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一系列的不好的 这些恶性循环的 这些后果 全部是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是可以解决的 每天往上 这个水饺之前 我们比如说 这种狂躁的人 或者是失眠的人 坚持 坚持20分钟左右的 这种大座 这个大座的方式 具体的方式 我们等一下要简单的介绍 通过这种方法 大座的话 完全是可以 调整 盖上 他的睡眠的状况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讲的太简单了 比如说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或者一天两天就解决了 这个不是这样 要长期的 要长期的 这个 训练 这样子以后呢 五分钟的 这个 五分钟的 这个 冥想 冥想就是大座 心里面想什么东西 或者是不想什么 五分钟的冥想 也就可以西方 心理学研究了 就是可以 可以等于是 睡一个小时 其实 这个佛教里面呢 很早以前就 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是有很多 不只是调节 睡眠 还有很多其他的 更好的作用 这叫做 不思维 没有思考的禅丁 这叫做 没有思考的禅丁 这个具体方法 我们等一下再说一下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 是这个佛教的禅 这个是佛教里面的禅 这个是除了佛教以外 其他的任何宗教里面 都没有这种禅 这叫做 智慧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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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禅宗 所讲的 这个禅 然后呢 藏传佛教的 像大圆满 大手淫 大为德 等等 这些所有的 这些方法 密法 他最后在追求什么呢 也就是在追求 通过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渠道 他最后要得到 他的目标 也就是这个智慧禅 智慧禅 大摩诸史 当年到中国 传这个禅总的时候 传的禅 也就是这个智慧禅 那么智慧禅 智慧禅是什么呢 他就是提悟 或者是证悟了最终极的生命的真相 最终极的生命的真相 彻底的解决了 解决了不符合 失事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观点 以及这些观点 导致着很多的烦恼 谈 嗔 痴 等等 这个也就是我们 佛教里面就讲的 正无空心 正无空心 正无生命的真相 彻底的正无了生命的真相 这个是从源头上 这不仅仅是一个 该善生命的 该善水面 该善这个 奸雅 奸清雅力 它不是一个这样子 它是从源头上 把所有的这些 贪嗔 这些烦恼 全部解决 这个叫做 智慧禅 那么这每一个禅 都有它自己的 具体的方式 有思维的差 具体的它去思维什么东西呢 去思考什么东西呢 然后没有思维的差 那没有思维的差 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 没有思维呢 比如说我们平时 就是没有思考 没有去想什么事情 要经下来 经个一分钟 也很难的 也很难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做到 没有思维 人的这个思维的 这个精神 精神世界 它是一个非常 它的活动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活动 这跟物质不一样 物质呢 至少我们在表面上看 它是一个精致的 精致的状态 但是精神就不一样了 精神它不是想这个 就想那个 它经常都是 它不会停下来的 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让它 精下来 而且这个 精下来了以后呢 就在这个 临近的状态当中 听着 这个是有方法的 没有这个方法 不行 这个是第二 第三 这个智慧禅 那智慧禅 如果我们要修智慧禅 那这个是肯定要下 很大的功夫 才是可以的 佛教里面就讲了 一系列的这个方法 尤其是这个 藏传佛教里面呢 这些方法 它讲得非常的规范 就是有最基础的 就像我们小学的课程 然后呢 这个基础的课程 做完了以后呢 再去完成 什么样的功课 就像中学的课程一样 然后就是最后的 最后的最高端的 这个课程 就像大学的 或者是博士 博士后的课程一样 最后的课程 从最基础到最后的 这个每一个阶段的 这个方法 课程 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的话 方法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 一点都不模糊 而且非常规范 非常规范 我就这个做完了 再去做那个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 也是这样 他很相往 很相往佛教 佛陀的智慧 但是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获得 这个佛陀的智慧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说 不敢说佛陀的全部的智慧 全部的智慧 那我们就成佛了 但是呢 佛陀的一部分的智慧 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 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的话 那么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 让我们非常不开心的事情 非常苦恼的这个事情 都可以化解 佛陀的智慧 一部分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很多人 就根本不知道 怎么样去学 从哪里如熟 现做什么 再去做什么 大家都很不清楚 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 佛教 佛经里面讲的是非常好 这个是很深奥的道理 但是呢 我们就是没有人把这个系统 我们教育方面 这个佛教的教育 它的这个体系不完整 不完整 就像我们的寺庙 都是少想拜佛的地方 国去就不是了 中国寺庙很多都叫做禅师 某某禅师 某某禅师 禅师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少想拜佛的地方 而是大做修心 训练的地方 训练的地方 也就是说 比如说科学家的实验师 他是他自己去研究 某一个项目的 这个敌方 长笛 那 寺院就是探索 生命的最重击的 这个真相的 这些人 搞研究的地方 也是一种实验室 但是我们今天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寺院 都是少想拜佛的地方 很多都已经被 已经被严重的伤业化了 严重的伤业 也就是虔诚的伤业 拜佛都很难 都是上业化了 这样子以后 我们所有的东西 包括寺庙 连寺庙都上业化了 那么这样子以后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心灵的归属呢 没有什么心灵的归属 那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 我们寺庙里面也找不到 这样子的心灵的归属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自己去学习 学习完了以后 在自己的家里 在自己的家里修行 学习 把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就作为我们的心灵的实验室 心灵的实验室 比如说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在阳台上 设一个小小的房子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佛堂 那么有了这些佛像啊 佛教的音乐啊 有了这个环境以后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我们一进入这个佛堂的时候啊 这种感觉 这种气场 是跟其他的房间是不一样的 就通过这些物质的力量 就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让我们这个心可以静下来 就是心静下来 没有那么的浮躁 在这种场合 在这种地方啊 去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 这个生命的真相 是比较容易进入这个状态 比较容易找到这种感觉 那其他的这些场合呢 不一样了 在这种场合 心静下进不下来 然后就是没有这种磁场 没有这种气场啊 所以就是很 本来就是一进入这个场合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都出来 冒出来 控制 想控制都控制不了 这是又一个这样子的佛堂的话 是有帮助 那么在这个佛堂里面呢 我自己学习 自己学习 通过我们现在的学佛的条件 因为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方便 我们可以在网上看音频啊 诗品啊 光盘啊 看鼠啊 等等 还有就是我如果有这种面对面的这种交谈的话 那是更好的 学习 学习完了以后呢 自己去 去把这些这些课程 这些课程一步一步的完成 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我们可以做到 最后有可能做到这个智慧禅 但是智慧禅的要求是比较高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这个叫做学佛了 这个时候是需要信仰 这个是没有信仰的话 是做不到的 我们今天讲的一部分呢 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信仰 可以用这些东西 可以调节自己的心灵的状态 那进入了另外一个 就是像智慧禅这样子的东西呢 那是需要信仰了 那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这个 信仰的基础上 你相信 有信仰 然后也有一些意识 然后有很多这一类的 这样子以后呢 他最后才可以达到这个 那这个是学佛的人的 佛教徒的事情了 一共就有这么三个 一共就有这么三个禅丁 这就是禅丁的分类 这每一个都有方法 其中我觉得 就是一个没有 还没有学佛的 也就是还没有什么信仰的 也不打算 也不打算有什么信仰的 这种人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是第二种禅 没有思维的这种禅 没有思维的禅也有方法 把这个方法学好 学完了以后呢 平时出差的时候也好 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 如果你有个15分钟 20分钟的时间 是没有人来搭搅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把门关上 在办公室 也可以完成这个训练 办公室也可以 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 在飞机上也可以 在火车上也可以 如果自己不需要开车的话 在车上也可以 当然这些地方呢 相对来说 这个是比较容易受 容易受外来的干扰 但是这些场合 或者这些地方 也不是不能训练 也是可以训练的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一些 很多的这些物质的追求 物质追求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负面的东西 还有就是这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非常非常负面的这些 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就累积在什么地方 没有累积在我们的 柔梯上 没有累积在我们的大闹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血液当中 而是累积在我们的 对积在我们的精神上 心理 所有的东西都是 累积在我们的心里 那我们的心当然很复杂 当然不幸福 这个很自然的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把清理一下 自己的内心世界 清理一下一些不要的东西 或者是有堵的东西 这些垃圾的东西把它清理掉 清理掉 尽量的 尽量的储存一些正能量的这方面的东西 这样子以后呢 就人活得也很幸福很开心 不但是自己幸福 而且家人 员工 同事 同学等等 给其他人 只要有一个内心 有爱心的人 在一起的话 交谈 或者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你虽然没有说什么 爱心方面的话 也没有穿播什么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呢 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 接近一些 非常有修心的这些 老一辈的这些 修心人啊 修心人 他虽然没有给我穿什么东西 他没有给我灌束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交流 很普通的一个交谈 或者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结束 但是呢 在无形当中 我就在他那里 感觉的 感觉到的 或者是 不是通过语言 不是通过其他的方法 但是呢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 给我 给我 传递给我的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非常 这个祥和 平静 临近 心腹这样子的一个 干涉我 就是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欣喜 这个是可以亲身经理的 那么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有没有给我讲 他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法 给我传播这些东西 那是什么原因呢 那是他的精神的力量 他的内心世界当中就是 充满了 充满了这种正能量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慈悲心 爱啊 等等这些正面的东西 那么他的精神的力量 他可以影响到其他人 这个也叫做 用现代语言讲 这个叫做意识博 它也是一种博 它也是一种博 当然这是一种假实 谁知道这是一种博的心事 还是什么的心事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物质的 这些铜绪呢 什么东西的传播 都是通过空气也好 通过广也好 都是博的心事传播 所以我们会说 这叫做意识博 是意识的一个博 今生的一种博动 其实不一定是一种博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传播的 就说不清楚的 今生上的东西是无性的东西 这无性的东西是不好说 但是它的确是给我们传播了一个 这是我们自己感受到了 这不是别人说的 是我自己感受到了 所以我们平时都会有这样子 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 一些非常邪恶的人 他表面上根本没有说 我不愿意听的话 他也没有任何的动作 动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这是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交态 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接触 但是他不知道是通过一种什么 什么博或者是什么东西 给我传递一个负能量 负能量 接触了以后 这是莫名其妙的 我什么东西都不顺利 什么东西都不顺利 然后不开心 莫名其妙 他没有打我呀 没有骂我呀 他没有剁走我的任何东西呀 但是呢就是给我传递了一个这样子的能量 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他也不是故意 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不是恶意的把一个负面的东西传给你 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 充满了这种邪恶的负能量 那么负能量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任何一个人靠近这个人 进入到这个人的这个意识博 意识博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呢 然后这些人 这些人就像我们的手机上的这个接手器一样 一个寻同寻信号的接手器一样 我的意识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接手器 他的这个意识呢 是一个法舍器 那么他发誓出来的东西 我收到了这种讯号 然后就我不顺利呀 不开心呢 甚至这个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的 比如说一个星期呀 一天呀 或者几个小时呀 或者一个月呀 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就要去到寺院去扫相拜佛呀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法去处理呀 或者自己打坐呀 这样子都有的 所以这个精神的能量 精神的能量 我们平时很多人都会忽略它 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最强的能量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能量 其次就是精神的力量 物质的力量呢 其实是最差的就是物质的力量 但是呢在我们的肝管的范围当中 我们最容易接触到的是物质的力量 所以我们认为物质的力量 物质对我们带来的真面负面的影响是最大 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所以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 所以在这些时候呢 这个餐真的是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 尽量的去储存这个真能量 这样子以后呢 让大家开心 让大家幸福 不但是我们这一生 过得好 如果你接受这个生命的延续 这样子的话呢 那下一世也是活得很幸福的 其实我们昨天也讲过 我们的人生观 有些是和我们的人生观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 小极的负面的东西 我们只考虑眼前的这一点 只要没有人发现 好 我就是 反正我就 人生枯端了 即时新了呀 以后就没有什么了 我不需要去想这么多 然后反正没有人知道 那我什么都可以干 这些负面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什么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 及格错误的观点 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某些错误的价值判断 错误的价值观 这些错误的价值观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负面的东西 那我们要回避或者拒绝这些负面的能量的话 那也是从因果开始呀 那就是我需要去照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照到这个根源 根源是我自己的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那我为了 就证这个错误的价值观 然后我就静下来去思考 去思考 我就去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去思考 探索生命的真正的仪性 然后呢 再把佛陀的这个智慧 佛陀的智慧就作为一个 我在这个探索的一个导航 它就作为一个导航 佛陀的智慧就作为一个我人生的 探索生命的一个整个旅途当中的一个导航 然后我就跟着这个导航走 同时我自己也去探索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线索 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导航的话 生命我们知道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刚刚讲的很表面的 然后甚层次的东西呢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 所以需要这个佛陀的智慧的导航 那么佛陀智慧我们从哪里来 从哪里学呢 本来是自古以来都是从苗里面学 但是我们苗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了 只有上野化的东西 我们没有这些智慧了 这些思想这些智慧 苗里面都没有了 那么佛教的祭地就是这个寺园 那么佛教的思想在苗里面都没有了 那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 这些思想这些智慧都已经在苗里面 本来是它的基底 那这里都没有 那就我们只有自己 看书 听这个光盘 诗评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 实面上的佛教的书也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就像我们社会上的书一样 什么人都写书了现在 什么人都写书 什么人的书都会出版的 那佛教也是这样子 什么人都去写书 写东西 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里面呢 就不一定全部都是真能量 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 还是要这个 路是不能走错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劫 在生意场上 如果走错路了 那是什么是金钱的损失 金钱的损失 没有别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探索生命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路途当中 走错了 那不是金钱的问题啊 不是金钱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走错了以后呢 它不是这一生啊 就是它有可能会毁掉 很多很多时间 所以还是要有这个 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释迦牟尼佛也 非常的反对米行 米行 佛教是提倡执心的 执心 执心的意思就是说 需要有知会 有了知会 我通过这个知会去研究探索 然后呢 结果结论 有了这个结论以后 然后我才去相信 这叫做知心 这叫做知心 那米行是什么呢 我根本没有去观察 根本没有去探索 就是人云亦运 别人说这个了不起 很了不起 然后我就去想 相信 这叫做米行 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第三个禅 智慧禅 甘兴趣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要去 进一步的去了解 这也是一种 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当中的 一个转折点 有可能从此开始 我们会走上一条 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生命的旅途 生命的旅途 那么这个旅途当中呢 我们会遇到很多 也有些时候呢 也有痛苦 要做一些事情呢 做不了啊 不想做啊 我们人都是天生 就是很烦 很懒的 不想去做这些 就是喜欢吃喝玩乐 那么学了佛以后呢 他并不是说不能吃喝玩乐 但是呢 我们整个的时间 都化在这个持喝玩乐 那么我们怎么去 寻找这个智慧呢 所以这些上面呢 有些时候可能是 有点觉得 感觉到有点枯燥啊 有点辛苦啊 这样子 但有些时候呢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喜悦 当我们发现了 一些生命的真相 或者是一些 失劫的真相的时候 这个喜悦 这个喜悦 我完全可以给大家 告诉大家 这个喜悦 完全可以超越 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的 任何一个东西 给我们带来的 这种快乐感 喜悦感 是这样子的 所以 这是很重要 但是呢 这不是说 这不适合所有的人 这个是有高端的这个智慧 至少对这个智慧 有追求 有需求的人 才会走这条路 其他人都不一定了 但是呢 第二个禅 我觉得 对我们所有人 都是有用 我希望 我们在座的 至少 去研究一下 第二个禅 无思维的禅 那我用的这个 物思维的禅 你们用这个 这个词汇到 百度里面去搜索 我想可能搜 搜不到 这个为什么 我用的这个 是为了你们 容易历解 就用一个这样子的词 这个不是一个 佛教的 珍贵的词汇 所以用这个去搜索 用这个字 搜索 可能就不能搜索 那用什么样的词呢 需要用 忌止 忌止 这两个字 急 是忌摩 忌摩 忌精的忌 忌 止 就是听止的 忌止 用这个词 来搜索的话 我想 在百度里面 我们可以搜索到 很多很多的 诗评 音评 文字的资料 都可以 忌精 忌摩 忌 止 停止的止 在佛教里面 这叫做 忌止 忌止 禅 禅的范围 就太广了 禅的范围 就很广了 禅是一个 非常非常 一个很广的 一个 所有的这些 这些修法的同诚 所以我们不能用 禅这个字来搜索 我想 最准确的 这个词汇呢 就是用忌止 忌止 忌止 两个去搜的话 可以搜得到 这个机制 我们可以作为 比如说 是一个 是一个 无神论者 他也 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 我是不是 绣了这个 以后 我是不是 有信仰了 我是不是 学了某一个宗教了 不需要这样子考虑 这不是的 是一种 心灵的 调节的方式 这个方式呢 只要有 心灵的人 只要有 今生的人 都需要 只要是一个 有情 众生 就是人 动物就不会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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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种 训练 只要是一个人 都需要 而尤其是 官场上 上场上的 这种 高层的人 是更加的 需要的 一般的 我们很多的 老百姓呢 他的 他的 他的更多的 担忧 不是这些 今生上的 他是 武之上的了 那很多人 就是需要 非常的需要 第二个禅 这是禅的 分类 然后第三 第三是 禅的 作用 再介绍一下 禅的作用 那禅有什么样的 作用呢 第一个 是 消除 负面的 情绪 禅 可以消除 负面的 情绪 这个 负面的 情绪 消除 负面的 情绪 我们刚刚讲的 三中禅 三中禅 都可以 消除 负面的 情绪 有思维的 没有思维的 知悔的 这个 都可以 消除 负面的 情绪 所以 就是 工作压力 很大的 像 这个 企业的 上层 管理者 活着 有些 有些 女性 经常都是 因为 感情上 出了问题 就折磨 这个痛苦 是比较 对女性来说 相对而言 比男性的 还多一些 这样子的痛苦 也是通过这种方式 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悟到了 知灰禅 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 任何一个痛苦 任何一个痛苦 如果没有这个 知灰禅 的话 那他完全可以 毁掉一个人的 这种 巨大的伤害 巨大的伤害 巨大的痛苦 面临这个时候 只要有这个 知灰场 他立即 比如说一个 雪滑 从空中 下雪的时候 雪滑 落到一个 稿文的 这个石板上 那么 一接触到 这个石板 他立即 就会花掉 他在一秒钟的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的试点当中 立即就会 花掉 他不是雪滑了 他就变成水 同样的 只要有这个 智慧禅的人 智慧禅的人 再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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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上的 压力 精神上的痛苦 就 就遇到了 这个智慧禅的时候 他不是禅 他立即就 把这东西 就转换 立即就 转换为 智慧 立即就 转换为智慧 所以这些人 在我们佛门里面 就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像 急功活佛 这样子的人 才是这样子 他是整整的 他就 他就已经突破了 所有的约束 我们 所有在我们当中 我们 人类 焉 我们的这个 心目当中的 所有的好与不好 等等的标准 在他的境界当中 这不是什么 标准 同样的是 我们所追求的 所有的东西 在他的眼里 也不是什么 可以追求的东西 不是什么 心佛 然后呢 我们非常 害怕的 这些 所有的痛苦 在他的境界当中 也不是什么 痛苦了 这叫做佛教的 大平等 平等 平等 这是这种心态 但是这个是佛门里面 我们学佛的人当中 这种人是不多的 是很高的境界 那我们 要达到这种境界 当然我们这个是 可以作为一个 最终的 最最最最最后的目标 是可以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拥期 那我们也并不是 做不到 人有多大的 有多大的法心 有多大的这种 心良 可以就做多大的事情 这个是在我们佛门上 也是这么说的 生意常伤 也是这么讲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内心的力量 有些时候是 完全是出乎意料 这样 出乎意料 它是很强大的 所以 根本我根本 就是我母亲的能力 根本完成不了 根本是没有办法 完成的事情 只要我有这个 下了这个决心 往这个方向努力 总有一天会 会做到的 这个是可以 佛教也是这么讲 所以可以作为一个 最终极的目标 但是我们 暂时 这个难 那我们 暂时 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来解决呢 那就是第二种 没有思维的禅 当我们遇到家庭的 这个问题 或者是感情上的问题 或者是工作上的 或者是其他的 来自于其他的 反正任何一个痛苦 压力 焦虑 遇到这些的时候呢 然后有一个训练的方式 紧下来 秀我们的第二个 这个修行的方式 这样子以后呢 慢慢的 他就会改善 这些所有的这些焦虑 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 慢慢的会淡化 最后会消失 最后会消失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有困难 再有压力 但是他的这些 所谓的压力和困难 不能给他带来什么 不会变成一种威胁 不会对他不是一个威胁 不够变成一种威胁 都可以在这个境界当中 完全可以化解的 全部都在这个当中化解 而且有一个叫做 颤阅 西阅的阅 颤阅 那这个颤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人 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这种平静的状态的时候呢 又一种非常舒服 非常快乐的一种干手 这叫做颤阅 颤阅 那这种颤阅 是发泽心灵身处的 一种这样子的喜悦 这个喜悦是跟外在的任何的物质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不会有 深眉疲劳这个问题 深眉疲劳我们讲的 外在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失去它的新鲜感 但是内在的这些东西 从内心当中删发出来的这种快乐的感受 它没有坚立在这些上面 所以它永远终身都可以让人 幸福 开心 活跃 非常的积极 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都是很积极的 很正面的这样子 这是第二种禅 我们第二种禅的作用就是这样子 可以消除 第一个 它改善睡眠的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子 然后抑郁症也是 抑郁症我们建议 比如说抑郁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的话 那可以适当地可以用一下这个摇 扛抑郁剂 适当地要用一下 适当地用 为什么要适当地用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着 因为这个焦虑 抑郁很痛苦的 这个时候要让人惊下来 是通过自己的力量 这个很难的 所以这时候的我们的餐厅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微弱的 非常的微弱的 负面的这个力量已经很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接触一下物质的力量 通过这个药 稍微控制一下 稍微控制以后 不要再继续用这个药 然后就开始大着 通过禅修 通过禅丁去控制 这个我昨天也介绍过了 这个是有科学的证据 完全是可以干上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抑郁症的早期 抑郁症的早期 它没有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的时候 那就不需要用这种谣 用这种谣 抑郁症多半都是 自认为是抑郁症 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 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抑郁症 这是一个焦虑 这是一个焦虑而已 但是我们很多人在网上 各方面就收集了很多错误的信息 然后自己的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 有一点焦虑的时候 就自己给定为抑郁症 这样子以后 这个抑郁症的这种心理的作用 真的是一个不是抑郁症的人 也可以变成抑郁症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 不能要这样子定心 不要给自己贴这个标签 我抑郁了抑郁症 不能这样的 这心理的作用 尤其是心灵上面的兵 这个心理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虑 不要用这些药 然后自己去解决 自己解决的方式是禅丁 然后禅丁当中的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无思维的这个禅丁 通过这种禅丁 搭左 然后就慢慢就该闪了 抑郁症 也是完全是可以解决 那抑郁症这么严重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话 那我们平时就是在家里出了一点点这个不愉快的事情 同时之间或者工作上出了一点点不愉快不顺利的事情 然后就导致的这些这些 这些角律呢 那就根本就没问题了 通过这种方法很顺利的可以解决 所以第二种禅丁是很重要的 第二这是这个消除负面的情绪 如果我想啊我们在座的当中 因为很多都是搞企业的 要跟这个跟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我愿意跟他打交道 有些时候我不愿意 但是呢不愿意就是为了这个工作不能不打交道 不能不怎么做 那这个是心灵上的一个执照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啊 就是经常都是在不愿意的唱和 不愿意说的话 不愿意做的事 但是呢就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去做要去说 这是就逐渐逐渐的在心灵上 就是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负面的这个压力 这种沉淀慢慢慢慢慢慢发展以后 就会变成有问题了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每一天大做 每一天大做 每一天晚上水饺之前 水饺之前到20分钟 至少是20分钟 20分钟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当然是最好了 但是呢我想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可能是有点 因为这个坚持不了 20分钟左右呢 大家都可以坚持 那我们每一天 比如说我今天这一天在家庭工作上的这些沉淀累积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这些情绪 那么这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 就是晚上我大做 我把这东西负面的东西都给清理一下 都清理 这样子以后呢 我的内心 还是变得很干净 很纯净 然后这个大做大碗了以后呢 再不要去想 不想工作 不想家庭的事情 然后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睡觉 这样子以后呢 水眠就会有盖善 水眠就有盖善 水眠盖善了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作的小驴也就提高了 也就提高 通过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 这是第二个具体的方法 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 介绍一下 消除这个负面的情绪 我想我们今天 多数的人来说 最需要的是消除负面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这个现代商业社会 当中的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情绪 都是这个内心世界是非常的浮躁 负面的东西太多太多 负面的东西是很多的 这样子以后呢 要清理这些负面的东西 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了 非常的重要 这是第二 第三 不是第一 第二 它还有一个禅 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开发内在的功能 也就是说 开发我们今生世界的潜能 欠在的功能 欠在的功能 欠在的功能是说 比如说据一个例子 在佛教里面 像神通 佛教 它是不追求神通 比如说 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 入师道 各有各的长处 这三个入师道的追求 也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就像岛教里面 比如说 人的这种感官 身体的一些 就是特异的功能 也就是佛教里面这样的神通 它强调的比较多 佛教 它是不强调 不追求神通 但是它也不排斥神通 因为修行的过程当中 修行修得好的时候 自然就把我们的 感官的功能提升了 在大作的过程当中 它自然 它不是追求这个东西 但是它在提升这个心灵的过程当中 就无意当中 也就开发了一些它的潜能 这个叫做神通 它是不拒绝的 佛教也是不拒绝 但是它的目标不是神通 它的目标不是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 佛教它给我们制一个 一个很正确的 一个智慧的道路 它追踪的东西 它要追求什么呢 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把整个打成佛教的 今生可以归纳为两句话 或者两个字 智悲 就这两个 智是什么呢 就是智慧 人类的巅峰的 至高无上的智慧 智慧 智慧当然有很多种智慧 佛教追求的是最巅峰的 人类的智慧 再没有办法提神 到这个为止 这种智慧叫做 智高无上的智慧 它第一个追求这个 第二个呢 它为什么要追求一个 这样子的智慧呢 它像这个智慧用来干什么呢 然后就是 必须要有爱心的支配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爱心 那么这个智慧 聪明 这些东西 你有可能用到正面 也有可以用到负面 都有可能的 像小乘佛教 在佛教里面 没有一个是把这个 智慧用到非常负面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是 比如说小乘佛教 它是用到自己的 比较直视的这个问题上 它就是把这个智慧用来 我自己解脱了 不管其他人 这个也不能说是一个 一个是很负面的东西 但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 讲这个不是一个 很真面的东西 它认为这是不对的 那么大乘佛教 同时它追求爱心 佛教里面讲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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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悲 至悲 至悲 这两个是佛教 它追求的东西 佛教它追求的东西 所以它不追求 神通之类的它不追求 但是我们在追求 智悲的过程当中 这个内在的一些东西 开发了以后 潜能开发了以后 神通虽然是没有追求 但是有些时候会出来 会出现 神通 但是它也知道 这是一个我自己的 一个潜在的功能 这个没有必要去拒绝 没有必要去拒绝 这种开发潜在的功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大作的时候 不是苹果公司的 这个乔布是不是在大作 它就是要做一个公司的 一个中大的决策的时候 它首先不是说要大作吗 大作在大作的 这个过程当中 它去做一些 比较中大的这个决定 为什么这么做呢 大作跟我们的公司的 这些一些决策 是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这么说 大作进入人 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 人的整个的人的头脑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新 非常地清楚 在这个时候去思考 任何一个东西 这个灵明毒 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个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你可以这样子 惊下来 不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 其他的这些年头 都放下 惊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 这个时候一定会 你会想到一些 平时你忘掉的东西 平时在生活当中 是想不来 想不出来的事情 一定会 或者是过去的一些 你忘掉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 未来的一些 你要做的事情 你在这个状态当中 一定会 非常清新 非常清楚地想出来 这个是他的一种 作用 但是我们需要的 不是这个 这个禅的需要 不是这个 禅的需要是平静 平静 并不是你要去想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 因为你在平静的过程当中 整个人都是 略行世界 都是这么平静的时候 整个人的 这个思维都尖锐了 提升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一些忘记的东西 公司的东西 工作上的事情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 这个时候就会 想起来 整个人的思维 都变成非常的 简锐的一个这样子 所以我想 在草布什 在草布什的 这个专辑里面 说他要做一些 中大决策的时候 他要大做 我想这个有可能是 因为他有这种体会 他有这种体会 他可以这样子的 完全是可以这样 但是佛教的这个 禅是不是用来 做这些事情的 但是可以 一部分是可以 用到这个工作上的 他本来是不是用 不是做这个的 但是一部分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 这样子用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这些 这些垃圾的这些情绪 消除了以后 然后就会开发 他自己的原油的 潜在的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 非常高明度的一个思维 尖锐的思维 这样子 这是第二 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然后第四 我们最重 就是要给大家 介绍一下 他的这个修行的方式 锻炼的方式 大家说一下 那这个修行的方式呢 有一个 我们要注意到身体的姿势 身体的姿势 第一个 还有就是要注意到这个呼吸 第三 要注意到我们的意识 要怎么去向 要做这三个方面的 那首先这样子我们 搭着的时候 首先是你可以把时间安排一下 最好的时间就有两个 两个 两个是最好的 最假时期 第一个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早上起来 刚刚起床的 这个时候 是一个人的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 因为就休息好了 休息好了 当然 比如说晚上睡得不好呀 失眠了 那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噩梦 这种人新来的时候都很疲惫呀 很这个精神状况是非常不好的 这是特殊情况 一般人是刚刚这个起床的时候 在床上可以打坐 半个小时呀 二十分钟啊 都可以 你把你的这个心态 按照你的要求 按照你的这个思路去把它调整好 调整好了以后呢 再投入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工作当中去 这样子的话 完全可以 可以预防 在今天的这个工作当中 会发生的一些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 比如说抄假了 公司跟员工之间的抄假 虽然发生了一个这样子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呢因为我的精神一打造的时候就调整好了 他就是调整好 调整好了以后呢 有所准备 有所准备 然后就 会不会 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 当然我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么搞的经济 比较在这个餐厅的这个训练当中 我们的训练就达到一定的一定的层次的时候呢 完全是可以这样的 就是像我们调频道一样 调这个电视级啊收音机的频道一样 一时他也有很多的频道 他可以调的 调了以后呢 他接受的信息 一中信息那是所有的真面的信息 服务面的东西他可以排除 他不接受 但是这个我们母亲呢 一开始修禅的时候是做不到 但最后还是可以这么做的 而且这个也不是一个禅厅的一个最高的级别啊 他也不是最高的级别 但是刚刚修行的时候可能是 没有办法这样子调频道一样的调整 没有办法 但是呢还是有帮助的 一开始的时候搭着 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 一个时间 另外一个最佳时间呢 就是晚上睡觉之前 上了床以后 用二十分钟的时间 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 静下来 这个就是等于是清理一下今天一天所累积的这种垃圾的情绪 然后清理好了以后呢 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心态 睡觉 这样子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这两个 除了这两个意外呢 我们刚刚提到过了 在办公室啊 在飞机上啊 在汽车里啊 都可以 随时都可以的 只要没有人搭脚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这样子自己静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因为这种非常好的一种休息 放松的这个方式 平时我们人 比如说看电视 大家都觉得很放松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不放松 我们的精神是高度的进展的 人身体没有做什么事情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很轻松 但是呢 这个很透露的话 很透露的话 比如说战争片啊 空谱片啊 人的精神就是 就透露到这个节目当中 然后就是高度的进展 而他电视机要给我们的影响 也是要 他要给我们的这个感觉也是 这是他的理想啊 就是要给观众一个这样子的刺激 才能够有人看他的这个 他的节目 这是他的他的这个目的 所以他尽可能的 想一切办法 让给这些观众带来这样子的刺激 这是他的 他是一切都是为了这个 射击的 所以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 虽然是身体比较轻松 但是呢 精神没有轻松 所以这个是不能放松 不能休息的 那真正的放松 就是在这个 搭着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身体 有一种这个 这个指使 他是可以 把全身可以搭到这个 一个放松的状态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意识 在精神 精神完全是一个 高度的一个 放松的状态 这样子以后呢 这是第一个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休息的方式 所以呢 你不需想什么别的东西啊 也不是没有 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但是如果你要想得到一个 比如说一个 在断气的时间当中 想得到一个放松 休息 这样子的话 那就把办公室的门关上 没有人搭交道的时候 你就做这种姿势 什么也不想 安静下 哪怕是五分钟 十分钟 这个放松 也可以 也可以这个 可以活得一个 很轻松 很自在的一个 这样子的干手 这个是对人的修习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餐 餐 餐有很多的作用啊 所以我们今天 全世界 这个餐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非常流行的 有信仰的 没有信仰的 什么样的人都在修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有 各种各样的需求的人 不同的需求的人 它可以给不同的 不同的 每个人可以满足 满足不同的需求 所以 学佛的呀 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呀 没有信仰者 大家都 大家都 忠实 这么流行的原因 也是有 有它的这个 有它的这个 理由 这样子的 那我们首先 这个姿势 是什么样的姿势呢 第一个 这个身体的姿势 身体的姿势 我们大家学一下 身体的姿势 有七个咬点 有七种姿势 这个七种姿势 为什么要做这个七种姿势 这个七种姿势的原理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七个不同的姿势 可以通过这个七种姿势 可以把我们全身的 所有的肌肉 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 自然的 非常放松的 没有人味的 这个调整的一个 这样子的自然的状态 自然状态 所以要这个 这个 身体的姿势 那第一个 这身体的姿势 是有七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推 要攀起来 攀腿 但是我们现在 坐在这个椅子上 不方便 那以后 大家就是 席底而着 然后把腿攀起来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想可能一天两天 有一点点不舒服 但是呢 慢慢地会适应的 攀腿的时候 不要穿金身衣服 扭摘裤之类的 尽量地 穿一些修仙的裤子 或者是裙子 之类的 这样子就会有帮助的 腿攀起来 攀腿 这是一个 如果 腿有 腿有问题的 就是 有饼 实在是攀不起来的话 那也没问题的 就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 打坐 也是可以 也可以 如果方便的话 就坐在沙发上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 这种椅子上 也是可以攀腿的 腿攀起来 腿攀起来了以后呢 人可以自然 就可以达到一个 放松的状态 那这个我刚刚讲的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平时都坐在这个意志上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点点不适应 但是尽量地挑战自己 要突破这一点 这个是不难的 适应了以后呢 腿一攀起来以后呢 坐在这个 坐在意志上 和坐在这个意志上 攀腿 是 感觉上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们以后就会感受到的 这个帮助我们的心 可以静下来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姿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手 第二个手 要截禅丁的手音 禅丁的手音 什么样的是禅丁的手音呢 左手和右手 左手 放在这个下面 然后右手 就放在这个左手的上面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个 母子 两个大母子 蓬头 这样子的 这个叫做禅丁的手音 我们可以在这个 很多寺院的这个 笔划上面看到 很多的佛菩萨 就是这种姿势了 然后这个 这叫做禅丁的手音 然后要放在肚脐下面的四指 这叫做道教 这叫做胆天 肚脐下面的四指处 四指处 对 这样子的 肚脐下面的四指处 然后这样子以后呢 这是第二 第三 两个胳膊 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的 第四 就是短疹 身体要短疹 不能靠背后 往左往右都不行 要短疹 身体短疹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子短疹的 坐在坐 要短疹 因为平时都习惯 靠背后 靠这个俯首 一字的俯首 就习惯了 那么现在 就是要这样子 短疹的坐着 可能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一点点不适应 但是呢 习惯了以后呢 这个是很舒服的 这个姿势 这是第四 然后第五 第五 头稍稍往前一点 也不能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一会儿就睡着了 这是第五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第四 第六 第六 眼睛 就是往下看 看臂肩 佛教里面说 看臂肩 但是呢 不一定要看的 这地方啊 就往这个方向 看就可以了 往下看 往下看 这样子以后呢 人自然而然 就可以 可以达到一个 比较轻松的状态 有些人呢 搭着的时候 就喜欢 闭着眼睛 因为我们睁开眼睛 看到很多东西 在眼前 走来走去 运动啊 这样子以后呢 心不容易静下来 干脆就闭着眼睛 但是这个 禅丁的要求 是说 不能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的话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不到东西 可能是 稍稍 有一点帮助 就 没有 心里没有太多的 这个 思维 有帮助 但是呢 闭着眼睛以后呢 就五分钟 十分钟以后 它会 浑沉 然后就会 睡 睡着 所以 还是要睁开眼睛的 睁开眼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有些时候呢 我们就 就有些 有些方法 我们可以在 就是在我们的 面前 可以放一些 东西 比如说像 佛像啊 之类的 然后我们的眼睛 去转竹 专门去看 这东西 不眨眼 眼球 尽量的少转动 有这种方法 这个时候呢 不是往下看 就是在往前看 但是 平时 我们可以 往下看 这是一个 第六 地气 地气 是说 舌头 舌头 地之伤额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如果这个不习惯的话 也是没问题 那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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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样子的话 那就可以 可以很自然的 口腔 鼻孔 同时 这个呼吸 很自然的呼吸 也可以了 这是 第七 那这个 叫做 这个 七个姿势 我们任何一个时候 都要这样子打坐 这是 第一个了 然后第二 第二 第二是呼吸 呼吸 那呼吸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做 派出 无气 无气 无气是 无然的无 无然的无 这里面就有一种 心理的作用 心理的作用 怎么样 我们派出这个无气呢 什么是 污染呢 无然 其实是不是这个我们的空气 实际上真正的无然是 这是我们 就是在这一天当中 所累积下来的 这些所有的负面的情绪 是 是 无 是无然 实际上要派出去的东西呢 实际上是这个 但是这个我们怎么样排出呢 这是通过一种呼吸的方式 再加上一种 冥想 一种 冥想的 力量 把它排出 这个意思 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首先要把碗 吸干净 吸干净以后呢 装东西吃 一样的 现在我们 大佐修 餐订的时候 首先把我的 这些负面的 这个情绪 先清理 先吸干净 然后再去修餐订 这是 这样子是效果比较好的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样子呢 方法有两种 一个要配合 这两种是配合 一个是我们的动作 动作 第二个是 心理的一种 冥想 冥想的方法 这两个要配合的 那首先动作是什么呢 第一个 我们的这个 左手 左手的 这个 目指 大目指 摁住这个 五明指 五明指的指根 摁住 压住 这个为什么要压住呢 这个是 从人体的这个结构上 讲 有一个理由 一定要这样子 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说这个理由 就是要 这是一个动作 摁住这个 这个 这个五明指的指根 五明指的指根 然后这四个手指头 就 就放在这个 目指上面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这个 这个完了以后呢 就要摁住这个 坐腿的 退根的 这个 血脉上面 左右有动脉 筋脉 就是要放在这上面 要摁住 这也是一个 人体的这个 气流 跟一个人体的这些 血脉 有关系 所以这个 这个要摁住 这个摁住是要 度住他们的 意思 这个理由 如果你们 感兴趣的话 可以进一步的 学这个 藏传佛教的 这个 奇买明典 如果 感兴趣 就可以学 但是我们现在 就是最基础的 就不说 怎么复杂的了 就这样子 就可以了 这是 左手 左手这样子 然后右手 右手 也是一样的 这个 拇指 摁住 这个五明指的 指根 但是有一个 不一样呢 我们把 四肢 要伸出来 四肢 要伸出来 其他的三个手指 放在拇指上面 这样子以后 把这个 手 放在这个 膝盖上面 先是放在膝盖上 对 往上 朝上 放在膝盖上 然后 这样子 直接摁住 这个鼻孔 右边的鼻孔 或者是这样子 转一圈 放在 这个 压住 左边的 这个 鼻孔 那现在我们 就是在这个 人体上面的 一个是 这里的 一个 一个 埋 另外一个是 这个大腿 腿跟的埋 堵住 然后呢 也就是 右边的 这个鼻孔 也就堵住 堵住了以后 从座边的鼻孔 排起 排出 比如 这是 排出 这样子 排出 排出的时候 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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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要想到 我们的 这个 长时间的 或者是 这一天的 这个 各种各样的烦恼 各种各样的 这个 负面的情绪 情绪 都编成了一种 黑色的 棋体 就像这个 燃 把柴油作为 燃料的 这个 卡扯的 派器官里面 派出来的 这个棋体 或者是 烧煤的 这个 共肠的 盐通里面 猫出来的 这个棋体一样 一个很黑 有很长的 一个这样子的 棋体 变成了一种 这样子的棋体 然后这个棋体 是从我们的 左边 拍在外面 这样子 一词 两词 三词 最关键的是 要 要观相 要明相 这是 一个 然后这个 完了以后呢 我们左右手 再换一下 左手 右手 的 拇指 摁住 这个无名指的 指梗 然后其他的 四指手指 这样子 这叫做 在佛经里面 这个叫做 金刚拳 它是一个拳头 但是有一点点 不一样 然后 然后再放在 这个大腿 右腿的 腿梗的 这个 血面上 摁住 牙筑 然后 左手呢 跟刚才的 右手是一样的 左手 的拇指 摁住这个 无名指 然后四指 伸出来 然后 手朝上 放在这个 膝盖上 如果是我们 大左的话 就放在膝盖 盘腿 左椅子 都是一样 放在膝盖上 然后 这样子 转一圈 这样子 转一圈 不是这样子 对 这样子从 王外 叫草历 这样子 转一圈 对对对 好 或者是 这样子 直接 直接 摁住 这个 其实这个 这个是 这个转不转 是不重要的了 怎么样 都可以的 但是在传统上 这些 修心的人 它一般都是这样子 对 好 摁住 摁住这个 左边的鼻孔 然后 就从右边的鼻孔 拍出 这个 把这个 七 就 弧 出去 这样子 一词 两词 三词 然后 细的时候 这个鼻孔 还有嘴巴 一起细 细一次 深呼吸 深呼吸 然后 再拍出去 然后又深呼吸 再拍出去 深呼吸 又拍出去 这样三词 然后最后 两个手 都是一样的 这个 母指 摁住 这个 无名指 然后 两个其他的手指 都放在 这个 母指 上面 同时 这样子 然后就 同时 摁住 这个 左右腿的 腿跟的 动经脉 上面 然后 左右的 两个鼻孔 同时 排出 无气 先是 深呼吸 先是 吸一口气 深深的 吸一口气 吸好了以后 然后再 排出去 这样子 一次 两次 三次 一共是 旧次 左右 一共 是旧次 这叫做 这个 排除 无气 然后我们 冥香 我把今天的 所有的 这些 垃圾的 扎粘 把它 转换为 一种 七梯 从我的 雷星当中 把它 排出 梯外 排出 梯外 那么 现在呢 我的身体 就变成了 一个 非常的 透明 非常的 春洁 非常的 干净 就像一个 玻璃杯 洗干净一样 就变成 一个这样子 这是一个 心理的作用 很有帮助的 这是 第二 然后第三 第三 我们是正式 开始 搭着了 搭着的时候 首先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前期的 一个 方法 这是像 体育运动员的 热身的体育 动作一样 热身动作一样 就是有一个方法 这个是叫什么 这叫做 树呼吸 树呼吸 怎么样 树呢 我们呼吸的时候 这个 这个 习 呼 吸 这两个 这两个 就算一个 数字 算一个 数字 然后 我们 就 从 一 到 七 数到 七 把我们 输我们自己的 呼吸 输我们自己的 这个 呼吸 一个人 每天 会 呼出 两万六千 次 这个呼吸 两万六千 次 那 我们不需要 数这么多了 我们就是在一个 先数 一到七 一到七 然后不能再数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不能这样子 这个为什么不能这样子 因为这个 输子躲了以后 然后它会 反而会导致心灵的一种 混乱 所以 七死最合适了 从一到七 从一 输到七 然后 这个输完了以后 又从一 开始输 又从一 开始输到七 然后 八九十 不能这样子输 输到七 然后七 输完了以后 又从一 开始 每七个 每七个呼吸 就做一个 足 这样子就输 三个足 就是 三七二十一 次 这个呼吸 一般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种感觉 比较好 喜欢 就继续这样子的话 那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 半个小时当中 半个小时 或者是二十分钟当中 全部的时间都用来 这个 呼吸 这样子 那 呼吸 有什么帮助呢 这时候呢 我们的 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注意力 全身 关注到这个 数字上面 从一到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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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上 这个一到七的 这个数字 它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思维 它也是一种思维 但是呢 因为我们 这个 全身 关注到这个 呼吸 数呼吸 上面 这时候呢 自然而然 我们可以 把其他的 所有的 这些扎连 其他的乱七八糟 的这些 负面的 这些 这些 年头 这些年头 这些情绪 全部都可以 可以拒绝 可以把它们 当住 不让他们 禅神 所有的 所有的 这个 注意力 都集中在 这个 呼吸 上面了 不会有 其他的 这个扎连 这也是一种 平静 平时我们 比如说 一秒 当中 一秒钟 当中 我们一会儿 有想这个 一会儿 有去想那个 根本就是 没有一个 非常混乱的 状态当中 非常混乱的 一会儿 有高兴 一会儿 有不高兴 一会儿 去想这个 一会儿 有去想 你这样子 但是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 虽然是不是 完全没有去想 有想 但是 只想一件事情 这样子以后 这个情绪 就已经是 非常的 规范了 规范了 这个就是 在小乘佛教的 这个 上卓 小乘佛教里面 是非常忠实 这个 而大乘佛教里面 也有这种 这种 呼吸 这是非常简单的 一种方法 我们去 树这个 呼吸 树的时候 我们 只想 这个 树子 胰岛气 其他的 什么都不想 这样子以后 他有 对我们的 帮助是什么 他不是 完全没有 思维 是由 思维 再思维 但是 就是因为 这个思维 把其他的 所有的思维 都派在外面 不让他们 产生 这就是 比我们 平时的 这个 非常 混乱的 这个 逼起来的话 那这种 就是 就 归翻多了 所以这是一种 很好的方法 好 我们现在 大家 感受一下 我们感受一下 请大家 在 意志上 如果方便 这个 盘腿的话 那就大家 盘腿 方便 盘腿 就盘腿 如果腿盘不起来的话 那也没关系 坐在意志上 都是可以的 好 然后第二 我们 把我们的手 结成 禅定的手印 由手 由手 放在 左手方下面 由手方上面 然后两个大拇指 这样子 捧头 好 然后 这放在这个 肚脐下的 四个 手指处 丹田 好 第二 第三 两个胳膊张开 第四 身体短整 身体要短整 第四 第五 头 不要朝后面 头 稍稍往前 稍稍往前 第四 第五 这个 眼睛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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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往下 往臂肩 砍 然后 呼吸 呼吸 就是 口腔 鼻孔 同时 一个很正常的 正常的 很自然的 呼吸 我们呼吸 不需要 刻意地去挑 快 挑满 都不需要 好 这个做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 开始了 现在开始 干手 我们从 一 输到 七 然后再 一 输到 七 我们输 三次 三次 大家先 干手一下 好 以后呢 大家可以自己 可以多长时间 都可以的 我们现在 大家 开始了 我们 所有的 注意力 都专注在 这个 呼吸 上面 先是 深深地 吸一口气 吸一 然后就 呼 开始算 一 耳 这样子 自己算 算到 数到 齐 通过 接耳 转称 转称 这 是 一 能 帅 它 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二十一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刚才都感受到了 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这个数呼吸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到这个周边 是格外的这个平静 我们还是有这个精神的活动 他在数呼吸 但是呢 他只有一个活动 所以所有的其他扎念 都放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的头脑思维 变得非常的清新 非常的清楚 自己在干什么 想什么 这样子 这是二十一次 或者是再输七个 七个起啊 八个起啊 十个起啊 都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 一个前起的 一个预备的工作 这样子以后呢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就思维是非常昏暖的 从这个非常昏暖的 这个状态当中 直接进入到 这个禅定的一个 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 这个是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个中间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国度的一种方法 国度的时间 通过这种方法 除了数这个呼吸的 这个粘头以外 其他都可以放下 然后现在 是我们把这个数呼吸的粘头 也放下了 这个我们再感受一下 这个时候呢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其实 这时候是 我们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要想 不要去追究过去 不要去迎接未来 就是要暗住在 当下的状态当中 什么是当下呢 就像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念头 放弃了以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 就 语言是没有办法说出了 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个 这样子的状态当中 这个比较 类似于像 刘族坦经里面讲的 不思闪 不思恶 当下 就是本来的面目 这个本来的面目呢 不可死 不可言 他这么说 他讲的是这个 这个 政无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政无了呢 他不是这样子 这两个岁有一点点相识而已 实际上我们离 政无 还有十万八千里 这个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 经下来 这个就是 类似于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 进入了 这个是进入了 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 实际上是我们 昨天讲的 这个 阿赖耶什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进入了 阿赖耶什的状态当中 阿赖耶什的层面了 在阿赖耶什的这个层面当中呢 它是不去分析的 不去判断的 不去思维的 所有的这些精神的活动 都放下来了以后呢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 这个里面呢 没有 没有这个明显的 没有明显的 正面的情绪 也没有一个明显的 这个负面的情绪 但是呢 它的本质 它本质是一个正面的能量 本质是一个正面的能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可以开发潜能 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它可以消除 负面的这些 负面的这些情绪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正面的东西 但是这个正面 也没有正面的情绪 和负面的情绪 这样子 这叫做 平时你们 就不打算学佛呀 不打算修这个 智慧禅的呢 每天晚上 或者每天早上 就这样子 静坐一下 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个其实方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非常的简单 这个我想可能 也许有人觉得太简单了 不可能是这样子吧 禅 我们听起来 这个禅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那么怎么可能是一个 这么简单的东西呢 不可能还有什么 更秘密的东西 其实没有 就这么简单 过去 格伦布 他发现了这个新大陆 以后呢 回去了以后呢 他们的国王 给他示了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 这个言会 然后呢 这个他们的女王 还有大臣啊 什么很多很多这些上臣人 都想听一听 格伦布他怎么发现了新大陆 这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可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种诀窍 然后大家都问 就你怎么找到这个新大陆 你怎么发现这个新大陆呢 他就说 我就每天就走一个方向 就找到了新大陆了 大家都惊歹了 怎么可能每天就走一个方向 就找到发现新大陆呢 其实他真的是这样 没有什么别的 就每天就走一个方向走 最后就发现了这个新大陆 那很多的这个事情都是这样子 他的方法非常的复杂 也不一定是很好的方法了 不一定 不要 我们不能不要以为 越是复杂的东西是越好的东西 越是复杂的东西的效果是越好的 其实不一定这样 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的这个方法 它是很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 小果是很好的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这个也可以感受 我们感受一分钟 现在我们再感受一下 请大家 把刚才的这种 我们的这种姿势 再恢复一下 再恢复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不熟呼吸 不熟呼吸 什么都不做 那我们做什么呢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做 这就已经是准确的表达了 但是呢 再稍少说一下 第一个 我们不能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的思维 焦点 不要放到过去 不要去想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 不要去想了 不要去追究 然后也不要去应接任何的 未来的家庭的事情 工作的事情 什么都不要去想了 然后在这个中间 过去 未来都放弃了以后 这个中间有一个阶段 叫做当下 当下 当下 那什么是当下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当下是很简单的 我们什么都不想 不去思考任何善恶 和正面 负面 把所有的正面 负面 全部放下了 全部放下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一个语言 是没有办法 准确的表达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有 有一个清醒的感受 会进入一个这种状态 那这个状态 叫做阿赖耶什的状态 也叫做在佛教里面 这叫做无极的禅定 无极的禅定 好 我们现在 感受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 好 请大家 不要思考过去 不要去想未来 所有的念头 尽可能的全部放下 然后就保持 没有情绪 没有思维的 这种状态 在这个状态当中 我们停留一分钟 很久不见 有没有 这种状态 没关系 哪种獎 会上 在一起 感谢观看 好 一分钟过去了 方法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但是这个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又就在 又产生了一些 产生了一些念头的时候呢 要这个观礼 这个有一个观礼的方式 观礼禅丁的状态 怎么观礼呢 必须要知道 我们念头 生起一个念头的时候 当下就要知道 我现在开始参生了念头了 知道了以后呢 让他不要积蓄 然后又回到刚才的状态当中 去按住 佛教里面叫按住 就是持续20分钟 每天晚上这样子 就一定会有帮助 这是一个 我们刚才讲的 没有思维的 一个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进一步的去 再去了结 这个第二种禅 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刚才我们讲的是 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我们当下就可以做到的 一个这样子的 边学边用 这样子的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 几值 我刚才说的几值 这两个字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 这个方法了 今天上午的 我们的课 就讲到这里 我们的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